再來看 開這個檔記得 就是範例檔案裡面的第一個單元 記得按右鍵開啟用eSale 如果你沒有用eSale的話 它預示好用這個軟體 這個軟體是可以 但是很多功能是不同的 我們用eSale開起來 然後第一個問題是 如何把班級這個欄位 切割出我要的細鎖 細鎖的部分是在瓜糊的前面的這些資料 所以第一個的話我用file函數 先把前瓜糊找到它的位置 所以得到等於四個字 然後再把這個公式減下來 記得不包含等號,減下來 然後再按下插入函數 插入函數裡面用文字類的let L-E-F-T 顧名思義 Lab則是從左邊取幾個字 那當然我就取四個字 取四個字叫校技、台大、教育、喜好 按確定 那文字在哪裡? 文字在這裡 所以這個let問的問題 第一個 你的字在B2 那幾個字 number charge是幾個字的意思 幾個字的話就把剛剛的公式貼過來 這樣子 有沒有 它這個資料裡面有這麼多字 那我要幾個字? 我要四個字 那得到就是我要的 我要確定 那你再把它向下填滿 有沒有發現 這底下全部都已經把資料給切出來 那切的位置剛好是錢掛入的前個字 看起來應該是沒問題 有沒有 那再來就是寬度 寬度你可以拉在這條線一下 把它拉過來一點點 有沒有,這樣就OK了 或者是說啦 有個方法,我的習慣是這樣 快點這條線兩下 點兩下是什麼呢? 它自動調整 你連拉都沒有拉 OK 這個蠻常用到的 就是寬度有點不太夠對不對 那如果怎麼樣是最適合寬度 你就在這條線快點 記得哦 出現這個圖示的時候 把它快點兩下 記得要快連續的 這樣它就自動調整 這樣應該是最快 OK 那接下來的話呢 當然我們已經得到了這個公式 第一個 先用Find對不對 然後 再把這個公式怎麼樣 放到Labs裡面 所以其實這邊會用到兩個函數 所組成的一個公式 當然未來 相關的答案 我一樣會放在雲端上面 所以如果你將來要找那個 我們上課的相關的答案的話 你可以在我們雲端上面的 這個雲端白板 第一個單元裡面 第一個單元的這個底下 有一個選課資料 那這邊其實就會有剛剛的這個公式 所以以後 理論上我雲端上都有放答案 你就自己在上面找找看好了 應該都有 OK 然後呢我如果需要做到像 上個禮拜做的這一個 叫系所佔比的一個統計圖 類似長這樣子 哪個多哪個少 那看得出來好像地理系最多 其實是英語 英語系 基電 化學 數學之類的這些 那當然這個圖怎麼做出來的 當然首先第一個 如果你要畫這個圖的話 你必須 你可以用的工具叫做 插入樞紐分析圖 這個地方有個插入樞紐分析圖 記得喔 當然你這個前提是這個先做出來 OK有這個欄位喔 那你再到插入樞紐分析圖 才有辦法 如果你假設沒有這個欄位的話 那你插入樞紐分析也沒辦法分析 所以第一個 先產生這個欄位 第二個的話 請你把游標放在這個範圍的 任意一個儲存格 然後選擇插入樞紐分析表 接下來他會自動去幫你判斷一下 請問一下你的資料範圍是不是在這個範圍 A1到C58 沒錯 按確定 他會自動幫你在原來的工作表 原來工作表在這裡 A8對不對 他會自己在前面新增一個新的工作表 叫工作表1 然後呢 他就可以直接在這邊做分析 那怎麼分析呢 上前面有提到 就是把細索拖拉到列 再把細索拖拉到直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他就會幫你統計出來 這個細索拖拉到列 他就會幫你建一個清單 這個清單就是不會重複的 不像說前面這邊 他會出現什麼 同科系的 比如說這邊有什麼 教育系 教育系 他在這個清單裡面 只會出現一個教育系 不會有第二個教育系 並且幫你把教育系幾個 幫你算出來 比如說教育系三個 他就是這樣 這樣就蠻方便的 拖拉到直之後 他就幫你計算他的數量 如果你想要知道說 到底哪個多哪個少 多的排到前面 少的排到後面 記得哦 你可以從資料的這邊有排序 資料這邊有排序 找到第一道而已 把他... 你油膠記得哦 放在B4這邊 你油膠記得哦 然後資料裡面找到什麼 排序 排序的這邊有一個Z到A 那所謂Z到A就是什麼 就是數量多的排在前面 數量少的排在後面 那我們就把游標記得 放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很重要 然後按Z到A 那你會發現 這個時候呢 他就已經幫我把這個 順序給排出來了 那你當然可以看出來 第一名 這邊是音樂 資料有更新過 音樂系第一名 然後再來就是 幼教系第二名 意思類推 然後其他的話 那就教育系吧 OK 那如果我想要畫個圖的話 那記得哦 在數量分析表裡面有數量分析圖 你可以把圖畫出來 那請各位先試一下 試到這邊 記得第一個 先把剛剛的第一個公式先產生 利用插入樞紐分析表 產生這一個圖表 然後 記得把它排序 排序的話再吃掉 排序力道A 畫面先畫面各位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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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